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近照也太显老,网友喊话让他少拍戏好好休息一下 说到女神迪丽热巴他的颜值,可以说最近不太在状态 在最近出席活动之中,没有修图时的他给人一种特别疲惫的感觉 很多网友觉得迪丽热巴这种长相,太容易显老了 迪丽热巴才29岁可有的时候,感觉比佟丽热他的年龄还大 佟丽热今年已经34岁了,而且也当了妈妈,却给人一种青春有活力的感觉 迪丽热巴他五官太深邃,所以很容易就显老 很多网友觉得迪丽热巴,他还是好好休息一下,这颜值下降了太多 他颜值巅峰时期还是在他出演高文时,这部作品之中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清新甜美 那个时候的他娱乐圈之中还不太红,作品也是不太多 而现在的他正当红,随时连休息的时间都是没有 他这样会显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不过他要是去休息,没有多久就会被别人取代 其实那扎,麦迪娜,佟丽热的颜值,都是不输给迪丽热巴 可惜他们当中,最红的一位还是迪丽热巴 以前的嘉行是在捧杨幂,最近几年之中感觉更加捧迪丽热巴了 他资源也算是很不错,出道第一部作品就是女主角 后来就是杨幂一直带新人,古剑奇谈之中不少艺人都和杨幂有关系 在《道三生三世史》里桃花这部古装剧,彻底让迪丽热巴她这个女配在娱乐圈之中成功走红 现在已经不需要杨幂带她了,很多网友觉得不用多长时间,迪丽热巴就会超过她 不过现在的迪丽热巴也是口碑不如以前了,如果她不好好提高自己演技,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估计她也是被大家各种黑,之前在生林奇境就是如此 在节目之中迪丽热巴她算是比较有实力了,不过其他嘉宾也是很不错 不少网友认为白客就不比她差,可最后她却成为了冠军 还有之前她在精英节上获奖无数,也是让人各种吐槽 她也算精英女神之中最有争议的一位了 希望女神迪丽热巴她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